音乐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勤书制药360》第四册 第四单元为证四任时 205 教本夫君子 小人被其责利 本夫小人君子享其功 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 即通工一时 耳道达矣 这条出处于卷三十五文子 微名 这个教是教化的意思 贝是蒙受 遭遇 责是恩惠 通工一时 是讲个人 有个人的事业 互通有无 这叫通工一时 人各有业 互通有无 这条讲 教化 原自君子 这个君子对于世费大众 有教化之功 所谓潜离末化 那么这个根源 就是从君子 君子他教化 整个国家私费 小民 指蒙受教化的恩质 小民 就一般的人民 就蒙受 君子 教化的恩质 就受到这个教化的利益 百姓创造财富产业 君子享受百姓的劳动过时 那么这个也就是个人 有个人他做的事情 假如君子和百姓都能各安其位 就能互通有无 从而上下之间的道 就互通了 那这个君子 那么比如说 这个当老师的 那么当老师的呢 他是 主要啊 他是担任这个教育工作 那么农民啊 那么他主要的工作 就是种五穀杂粮啊 蔬菜水果 那么君子啊 享受一般人民百姓 他们劳动的果实 那这个 就是个安企业啦 个人啊 那么安分的 做他自己 本分的 这个事业 担任教育的 就好好 把这个教育啊 办好 那么担任农业 工业的 好不好把自己这个事业啊 做好 那么这样啊 大家就可以互通有无了 这个各行各业啊 都是互通有无互利 那么这个 从上下之间啊 那么这个道啊 就产通了 这个也是啊 社会啊 啊这个 一个结构 啊必然的啊 是需要这样 各安其位 啊如果呢 个人不安分自己这个工作位置 那也要去 抢别人的这些工作啊 那这个就 就 不同了啊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